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多内在的工作 因为现在需要处理的东西更快出现 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 由于动荡 情绪很强烈 然后爆发 一种表现形式发生了 实际上是在几天之内 甚至现在一天之内发生的 我们应该如何快速清除它呢 在经历了强烈的情绪之后 我在大自然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并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 进行了有意识的呼吸 不 没用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们中的一些人 已经走在这条路上很长时间了 为什么我们瞬间显化了一个可怕的世界 却仍然得不到任何快乐呢 这似乎是一笔不公平的交易 像导集体 当我们说我们意识到你们对这一轮事件的不适时 我们是在和所有人交谈 然而 我们很高兴你们越来越意识到你们的情绪的力量 甚至超过你们的言语或思想的力量 来创造外在的事件 我们会说 随着地球和人类意识进入第五维度 你们确实会发现你们周围的世界越来越多的由投射的思想创造 由人们在其中创造的文字 图像和情感 这就是第五维度的日常生活 没有人质疑过 也没有人困惑过 请注意 长期伴随地球平面 第三维度显化的延迟因素在更高维度中并不存在 因此 当你们开始在你们和地球的扬声中前进时 你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时刻 这是你们去过的地方和你们正在快速进入的地方之间的一种空白 有时 这些情绪或想法是由外部事件激发的 有时它们似乎是自动产生的 例如 与感觉仍然非常真实且存在于你们生活中的某个人或事件的记忆产生共鸣 可以创造一种情境 领悟或其他与你们先前经历相呼应的同步性 这些奇怪的 有时令人沮丧的情况现在正在展开 因为你们所有人 正如这位所说 由于现在来到这个星球的有知觉的光波而体验到强烈的情绪 它使地球成为一个变革性的环境 根据拥有强烈情感能量或强大意图的人的意图 许多事物可以在其中诞生或重新创造 这些事件可以非常迅速地从现在人类的言语 情感或想象中萌芽 尤其是那些有意识和觉知的人 因此现在更充分地进入他们的显化力量 这些出人意料的时刻是礼物 尽管他们有时看起来不是这样 那么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发生了这些瞬间的表现 为什么他们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呢 你们知道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疗愈地球和它的存有的时期 有很多过去被强力压制的东西浮出水面 这些是强大的理解 认识和经验 他们的存在被如此完全否认 许多世纪以来如此严重地沮丧 以至于人们甚至害怕谈论他们会受到惩罚 那个漫长的时代线在结束了 不是因为你们以前的霸主突然想要知道真相 由于预示着有感知力的光和更高意识的新时代的占星树事件 以及地球和它的存有做出的强大决定 那个时代正在结束 不久前 在你们意识的更高层次上 你们决定 现在将是一个自由 真理和启蒙的新时代 这是地球上几千年未见的 重生在某些方面 回归主权 恢复DNA和更高震动的生命 在其他方面 因为宇宙总是在进步 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你们渴望体验你们的共同创造能力 只有积极的表现才会发生 然而 你们不能本末倒置 为了让过去的阴影在地球生活中被完全清除和溶解 它们必须暴露在光中 这包括你们所有的内心生活和你们强大的潜意识的共鸣 所以 是的 如果你们体验到强烈的情绪 你们就会从中创造包括不愉快的事件 有时你们创造的东西确实很美 但你们并没有完全相信自己创造了它们 当然 有些结果不是你们想要的 然而 我们希望你们明白 在更高的层次上 所有的结果都是平等的 因为它们向你们展示你们的能量所在 并向你们反射你们自己的振动 它们是无辜的 它们和宇宙或你们的高 我都不希望你们受苦 然而 你们对你们所创造的事物的反应 也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永远不会判断振动 我们不称其为好或坏 正面或负面 它就是 说到高振动是描述它的频率 而不是它是否受欢迎 所以 面对这位亲爱的 以及所有光之承载者的问题 不是我如何只创造快乐的事物 而不是坏事 问题实际上是 我如何平等地评价我所有的创造呢 我如何摆脱评判 爱并接受自己和我的生活 包括我所有的能量的投射 我们向你们保证 你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创造 充满欢乐和满足感的美好时刻 这听起来很棒 但即使是现在 也不是典型的地球生命 你们仍然处于实验的那一刻 当你们在使用投射的思想和情感来创造 你们想要创造的东西方面 获得稳定时 在地球上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颜值因素 人类在向外创造事物之前 有时间调整他们正在思考的事物的能量 现在正在迅速消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很高兴你们的显化能力成指数级增长 连同你们内在成长的各个方面 我们不会将看似消极的结果 是为你们做错事或能量失控的迹象 需要一些时间和练习才能意识到 你们正在变得多么强大 并将这些能力引导到高度有意识的创造中 为你们和他人带来快乐 与失望或悲伤相比 你们更希望体验快乐和满足 这是很自然的 然而当心灵体验确实从你们的能量中涌现时 要知道这些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黑暗或悲惨 亲爱的医们 你们现在正在体验的一切 你们体验到认识并更充分地接触到长期潜伏在你们内在的力量 那个力量现在终于站起来挺身而出 完全渴望使用它的声音和创造的存在 由于内在力量的压抑 以及你们与生俱来的共创能力几千年来的极度压抑 你们会时不时感到自己内在好似有一匹野马 一月而起 这些能量将需要由你们来训练 因为你们对你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力量有意识的觉察 并对它们的影响力和影响力产生健康的尊重 它们是一份很棒的礼物 尤其是痛苦的想法和感受 因为它们向你们展示了仍然急需疗愈的地方 向每一种情绪发送爱和支持 也将帮助你们为正在从内部进行如此强大转变的 自我找到更多内在的爱、耐心和同情心 直到你们生命中最微小的亚原子粒子 你们都处于完全的重生和更新中 如此强大 当这更高的光倾注进来时 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仍然站着都是一个奇迹 有些日子你们会感到精疲力竭 其他日子会感到兴奋 是的 有时会对你们创造的或似乎单枪匹马创造的东西感到震惊甚至沮丧 然而你们提到的这些创作并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创作 其他人也将自己的情感频率添加到这个创作中 请知道你们的创作也不逢归功于地球目前对第五维度能量的体验 其他人的能量输出也是你们在地球上创造的一切的一部分 地球生命的创造延迟因素正在迅速消退 因为时间本身折叠并消退到只有当下 这是你们不习惯的 你们不是一座孤岛 你们在不断地与其他生命和宇宙现象进行能量层面的对话 你们与所有存有 地球本身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有着错纵 复杂强大密不可分的联系 你们的外在体验反映了这些人也在经历的大部分事情 这包括地球和人类对阴影形式的驱逐 黑暗的错误教导 就全力结构的黑暗矩阵 黑暗的能量传输等等 当这些能量从人类生活中式放出来时 你们会看到一些你们不希望发生的极端共同创造 再一次 我们要求你们释放对你们和其他人所创造的东西的判断 这也只会刺激创造更多相同的东西 亲爱的医们 爱并祝福你们创造的一切 你们不是一个天生坏的或被误导的实体 他们的振动失控 不幸的衣食冲动制造悲伤或愤怒 当你们为你们所示的一切和你们所创造的一切祝福和感谢时 你们开始从感觉如此鲁莽和失控的沉重情绪中解脱出来 无论这些创造物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如何 在那一刻 你们担心你们已经发出了智慧创造出不属于光的东西的能量 将爱和感谢发送给那股能量 发送给创造它的自我 发送给可能因此发生的任何结果 这照亮了世界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 光仍然会占上风 一切都很好 经常对自己肯定 我从神圣的爱中创造 我称之为善 也就是说 没有对立面的善 这就是你们所寻求的善 当然 你们可能会问 但是如果我再次从现在出现的浓密情感的混乱中向外创造 因为这道光揭示了我们内在的一切 包括阴影 在那一刻释放所有的判断力 将爱发送给你们仍在反应中 仍在受伤 仍在寻求正义的那部分 允许自己经历所有经历过三次元的人内心的泪水和破碎 将你们的手放在心口 说 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的朋友 我带你们进入光中 然后 如果可以的话 写下你们在那一刻的所有感受 将它从身体中释放出来 从心灵中释放出来 允许自己哭泣 释放愤怒 不要害怕 这些情绪已经在你们的生活中造成了你们从未快乐过的情况 这是你们一劳永逸的释放他们的机会 亲爱的医们 放手吧 不要犹豫 写下来 或大声喊出病大声说出你们内心深处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痛苦 现在是释放他们的时候了 所以不要抗拒释放他们的机会 对你们的灵性团队说 我要求这种倾诉 知慧 带来爱 疗愈和内在成长的最仁慈的结果 我感谢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能从珍惜此时来到地球上的机会中获得喜悦 在二元性伪大实验结束其最黑暗的时代并进入更高的光之时 感到荣幸成为二元性伪大实验的一部分 当你们祝福并发送爱给你们所创造的一切时 你们会知道你们已经超越了长期施加在你们身上的第三维度束缚 并步入你们的神圣自我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承认和看到爱 感受并知道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可以以各种形式观看和珍惜 因为即使在这个伟大转变的时代 在收回你们的创造力量的颠簸中 一切都很好 亲爱的医们 Namasti 我们一直和你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